分享是爱爱着分享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五哥分享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KOMODO出品的帝国系列北条式康标准版 标准版的型号是EL006 接下来咱们话不多说直接拆箱 标准版的后面的颜色是一个橘红色的 然后再加上银色的胖金logo 打开 标准版就一层的布局 CO就是很长时间都没有出日甲 接下来咱们看一看这款北条式康的细节 首先是CO的老朋友 拖当支架地台 接下来是纯同的星兜 这个星兜我感觉非常的不错 直接就干到上面了 然后往下拉 然后再往上 这是可以的 大家可以看到每一个绳线 都是手工扎支而成的 我觉得做日甲的工艺 也是挺耗费时间和人力的 都上方的细节刻画 两侧北条的加灰 保护头雕的里衬 这次标准版它有两个潜力 一个是普通的带有加灰的潜力 潜力的左侧与右侧 然后包括它加灰的部分 做了一个抛光镜面的效果 后方 另一个潜力是写着八帆大菩萨 这个是非常有个性的一个潜力 这款整体的材质都是纯铜的材质 北条式康的太刀一把 太刀是比较长 而且有一定的弯曲幅度 打开 这把太刀没有开刃 我这么拿是可以的 如果开刃的话 我会特意跟大家说一声 以免大家被伤到自己 非常不好 刀把处也是有加灰的细节 握把处没有绑线 但是我觉得设计师肯定有他自己的想法 这就不得而知了 太刀的刀鞘 刀鞘的部分绑线也是给的挺足的 大家看到这个铜色的部分 都是纯铜的材质 一对实心的握船手型 一对自然放松的开张手型 接下来咱们看一看北条式康的主体部分 每次给大家介绍细节的时候 就是视频的前半段都是开箱的原始的状态 因为原始的状态还是要给大家看一眼 拿出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打开 小老头 首先咱们从头雕开始看起 这个头雕 我怎么感觉有点像杰伦 然后还有点像荣耗的合体 这个原型有记载吗 我不太清楚 反正这个头雕 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头雕的法令纹 包括它的一些细节 大家看一看 不行了 这个头雕我一看我就想笑呢 胡子 嘴型 鬓角 它的眼神 哎呦去 头雕的上方 又让我想起了我刷毛宝的时候 经常会有给我推荐戴假发的视频 然后那几个小子 但是来回蹦了 然后就戴假发 就是这样的 这头雕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头雕挺有喜感的 就是看起来它非常的严肃 但是你总能联系到一些别的事情 别的人物 然后这个头雕也是比较紧实的 脖子处连接的比较紧实 OK 低头抬头 还有一个恨天高的发际 里侧这个位置还有防呆的设计 好好好 这个头雕我就说到这儿了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像杰伦还是像荣耗呢 杰伦和荣耗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 尤其是杰伦 我相信杰伦也是很多人的童年 然后咱们往下看 里面是提夫尼绿色的里衬 凯甲的部分它是有一定的亮面效果的 然后上方的这个位置 都是采用了这种手工扎线的工艺 这是它的后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 其实就是插旗的部分 腰带的部分咱就不用再多说了 咱们看一看小袖的部分 就是肩甲 通俗易懂讲的话 就是肩甲的部分 同样也都是纯手工绑线扎织而成的 咱们看一看它的细节 合拢起来也是非常的轻而易举 这种铜甲片比较薄 如果你看到这种可动性 其实在战斗当中 这也是便于行动 如果从里侧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 这一块一块一块的这种手工 是比较耗费时间 玩日甲 它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看工艺 然后还有它的造型 还有一些人看它的IP 这个就因人而易 你像我的话 我就会看它的工艺 咱们看一看龙手的部分 就是手臂甲的位置 但是咱们国内的人叫法 其实就是手甲肩甲什么这种 反正怎么叫看你自己 咱们看一看龙手部分 它每一个心环 包括它的一些设计 咱们看看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 手臂甲这个位置 这种工艺我觉得 这工艺 我觉得比之前的1比4这件信长要好多了 是有进步的 另一侧咱们就不看了 然后咱们看一看它的可动性 摆一摆平举 然后前台 手型的曲肘的幅度 往上 这个OK不能再往上了 因为后面会有一个绑线 大家如果买到手的话 尽量不要像我这么去摆 这么去把玩 接下来咱们看一看配盾的位置 同样也都是手工编制而成 里侧的细节 下方是一共8大片 每一大片都是有5个小片 用真实的绑线手工扎制而成的 然后铜甲片 三个类似于小的铜管 然后连成一个 每一排有11个纯铜片连上去的 两侧的大腿一共是88片 这个纯铜的甲片 用这个甄环连接而成的 88片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数字 凯夏拙的设计也是祥云的蓝金配色 这个颜色也比较华丽 闹当的里衬也是刺绣的工艺 咱们看一看闹当的部分 也就是小腿甲 它每一片都是独立的 然后用绑线和甄环 给它连接而成的 我觉得这块黑布是一定要有的 挡住的话美观度还是可以的 足距的部分 这个足袋是一个真实的布料 鞋底的部分是一个复合型的PVC材质 接下来看一看腰部分的可动 腰部分可动有一点点体胯 这个素地好紧 素地非常的紧实 然后前提的幅度 然后屈膝 OK 非常的紧 非常的紧 脚部分的可动性 往后 往前 都是OK的 这就是开箱之后最真实的一个状态 接下来呢 吴哥就把它打理一番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番北条式康标准版 北条式康是日本战国时代的武将 大明 以杰出的军事及政治才能文明于世 他是后北条式第三代当主 后世对北条式康的内政手腕 评价甚高 有人预期为战国第一名政家 另有相模之师之称 显示他在军事外交等方面的表现 得到了相当高度的肯定 世康当家期间呢 北条军较高的作战胜率 以及务实灵巧的同毛策略 均为世康卓越的军政才能得到了证明 此外 他的文化造诣 尤其歌道也颇有名声 堪称文武相间之名将 战国唯一名将 世康所出驻子团结 未有争思内乱事情 在战国乱世之中实属难得 也见其家教之功 话说回这款苦猫斗北条式康标准版本 整体方面客观来讲呢 工艺是比之前有进步的 美性度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 尤其是摆一些简单的姿势 你就很容易能感受得到 这一点买到手的玩家 应该能理解到我说的是什么 当然可在进步的空间还是会有的 尤其是细节方面 我觉得玩日假的玩家呢 有一部分其实是花钱享受 这种带来与其他模玩不同的工艺 以我个人而言跟其他的事情没多大的关系 如果你从视频开头看到现在的话 你一定会对这款北条式康标准版有一个最直观的信息了解 我对于这款北条呢 评价有一个8.5分 造型方面我个人比较喜欢 还有一部分就是它的提升 在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说一嘴它的潜力部分 家辉的潜力呢 上方因为它是同质的嘛 你看起来可能会有点弯 但其实啊你可以把它掰直一些的 但是掰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小心 切记一定要小心 还有一点就是这颗头雕啊 我觉得是挺可爱的 我用可爱来形容呢 其实里面包含了一些含义 这也让我更期待另一颗异色版本的北条式康了 好最后呢还是要说一句我的心里话 你们能成为我的粉丝 我的朋友 我得谢谢你们 我必须得让自己更优秀 才配得上你们的喜欢和关心 才能够对得起你们对我的爱和支持 也希望看到视频这里的小伙伴们 都能够健康快乐幸福 分享是爱爱是分享 我是五哥分享 我们下期 Komodo的北条式康异色版本的视频 不见不散